捍卫巴勒斯坦人的居住权 布林肯出访中东积极斡旋 希望以巴冲突尽快落幕 好 今天的国际焦点还要带您关心 美国防长进加护病房 可以理解这是不能大肆对外宣扬 但是怎么会连总统拜登都被蒙在鼓里呢 我们来看70岁的防长奥斯丁 都已经住院4天五角大厦才告知这件事情 当然就引来质疑声浪 那么五角大厦是怎么回应的 我把时间交给记者嘉玲 是的 主播 全球新年过后 全球许多地方还是动荡的不安 包含俄乌战争还在进行 还有另外是以哈战争 中东局势 还有甚至是朝鲜半岛的局势 都是在周末持续来升温的 不过就在这样的关键时机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却惊喘早在元旦的时候 就因为手术的并发症来送医的情况 而且期间是住进了加护病房长达4天 导致他无法执行相关的职务 而这样子住进加护病房的情况 甚至连美国总统拜登都被蒙在鼓里 直到是1月4号下午的时候 才正式收到有关于国防部长奥斯丁住院的消息 不过到底奥斯丁是进行什么样的手术 而导致需要入住加护病房4天 关于这点五角大厦到现在 是避免说明相关的情形 而奥斯丁关于实际他进行手术的时间 五角大厦也不愿说明 甚至也不愿意交代说 奥斯丁到底是不是有搭乘救护车 进医院的一个情况 而上一次如果大家还记得奥斯丁 出现在公众画面前 其实是在上个月中 先后访问了以色列还有卡达 要来斡旋以哈战争这边的情况 而在之后就是在去年底的时候 也发生了美国在鸿海地区 集成夜门叛军三艘船只的事件 之后在1月4号的时候 美军也在伊拉克发动了一个攻击 击避了一名亲伊朗的指挥官 也就是说在这个伊拉克 美军对伊拉克发动攻击的时间 就是奥斯丁其实在住院的情况下 而当时他这个职责据了解 是已经悄悄转移给了 美国副防长希克斯 而对于美国防长 隐瞒住院消息的这一件事 专门报导美国国防部消息的 五角大厦新闻协会 对外是表达相当的失望 因为认为内阁的主要的高官 是有权来让公众知道 主要的健康情形 不过美国防长奥斯丁 随后也就是发表声明了 表示在通知公众方面 他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一样没有详细的交代 他到底实际的病因 还有住院的原因 五角大厦发言人之后也强调了 奥斯丁其实是没有辞职的计划 另外奥斯丁现年已经是70岁了 而在这样国际动荡不安的情况下 不只是美国国内 还有国际上的盟友 当然是希望美国国防部长的身体 能够健康 不要在紧急的时刻 影响到国际上关键的决策 主播 但是可以知道的是 美国防长现阶段 暂时没有办法履行职务 可是我们来看看在亚洲 南韩就指控北韩连续三天 朝延平到海域发射炮弹来挑衅 只是对此金正恩的妹妹她表示 他们使用的是炸药声来模拟炮声 使南韩军方上当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再把时间交给佳玲 主播刚刚过去的周末 东北亚朝鲜半岛的局势 也还是相当的紧张 因为北韩一连三天 朝北方分界线发射炮弹 先是在上礼拜五五号的时候 发射了超过200枚的炮弹 之后六号下午的大约是四点到五点 又发射了60多枚炮弹 紧接着也就是昨天7号的时候 也是大约在下午4点的时候 在延平到以北的地区 进行炮击训练 不过这次南韩方面说 因为北韩的炮击训练 并没有落在北方分界线以南 因此南韩方面没有任何的损失 所以也没有必要进行了回击 不过在这一次 一连三天的挑衅之后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 金宇正也来发表了一段谈话 却是说北韩礼拜六发射的炮弹 其实是进行所谓的七敌战术 在沿岸引爆60枚 模仿海岸炮的炮击声 目的是为了要测试 南韩侦察的能力 实际上北韩方面是说 他们没有在礼拜六 发射任何的炮弹 金宇正因此就嘲笑了南韩方面 做出的错误判断性以为真 还谎称炮弹是落入了海上缓冲区 当然金宇正这番言论南韩方面 也是立刻做出了回应了 反过来痛批金宇正的主张 实际上是受到南韩军方 侦察能力所震惊发表的一个谎言 是一个低水准的心理战 强调南韩军方其实在6号的时候 确实还是有侦测到北韩发射炮弹 而先前南韩统一部就指称了 北韩金正恩领导人金正恩之所以 在这几天要做出这么激烈的 大动作的举动激化情势 主要就是要来转移内部的不满 另外明天1月8号 也就是金正恩40岁的生日 所以各界研判也不排除 北韩很可能在明天 金正恩生日当天 再次的来挑衅耀武扬威 以上消息直播 好 感谢嘉玲帮我们整理来自 国际的最新消息 而我们继续来看 北韩的飞弹跟乌俄战争也有关 日前传出俄军用北韩飞弹 袭击乌东大城 而现在乌克兰也秀出残骸 作为证据 一发又一发 俄军冰爆火箭炮往赫尔松方向猛烈射弹 同一天俄军在上船 粗凯25战机在盾内斯克上空 狂攻乌军的画面 6号当天 乌东城镇波克罗夫斯克 更遭到俄军S300飞弹攻击 不少舰逐瞬间全会 乌克兰消防在瓦力堆中抢救 最终确定11人丧命 包含5名海统在内 至于俄军在哈尔科夫的空隙 日常传出使用来自北韩的飞弹 这回乌克兰给拿出证据来 这架子似乎 上一种南韩的飞碟 特别的模型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为这些飞碟 这些飞碟上的飞碟 哈尔科夫中间 拜发人也特别指出 他们找到了这些飞弹 基本上可以看出是 以俄罗斯伊斯坎的飞弹 基础上打造出来的 但传制方法不是很现代 所以合理推顾就是来自北韩 同时俄罗斯还计划 2030年以前 每年生产超过 三万两千架无人机 不包含教育用途的话 等于是现在产量的三倍 相比一下 乌克兰军备消耗的越来越多 德国向欧盟急喊话 只是丹麦承诺要真正 给乌克兰的F-16战机 鉴于飞行员陪逝时间 和其他因素 丹麦宣布要延到今年 第二季才可能交机 侯友友真心谈话 一起来听 让我们好好来自北 好来打扁 是新娘的禁令 还来组成联合内阁 大家改变